今天說到只是要進行對戰訓練 但是好快啊 能不能在夢裡訓練就好了 如果只有一個敵人的話 就只好先用遠程攻擊在敵人身上留下血的印記 接著轉換狀態向前快速地打敗敵人了 如果是遇到這樣的情況 可以轉身用血輪迴,平分敵人血量 接著一樣先用遠距模式和敵人戰鬥 轉換近戰狀態收下擊殺 就算敵人想逃 也沒辦法擺脫血的制裁 如果想要出其不意的話 可以在路上小睡一下 看看哪個可憐蟲經過 就讓他的血華麗地綻放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就只能不斷地戰鬥 用他們的血保護自己 吸取他們的血 讓惡之血最後地綻放 我好像做了一個很長很長的夢 還好一切都只是一場惡夢 不斷地攻擊殺 不斷殺 不斷殺 不斷殺